你是骨相美还是皮相美呢 美人在骨不在皮这句话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99%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是骨相美还是皮相美 今天教大家如何判断 第一个看五官 骨相美的女生五官更加逆体 尤其是眉骨 鼻子 硬糖 这个T恤很逆体 如果T恤比较平整 低眼看上去给你一种消息人叹白满满的感觉 赵露丝就是代表 虽然骨量少但皮肉够紧实 所以它算是属于皮相美的人 而且它也显得更加温柔 幼态 第二个看头骨 骨相美的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头包脸 骨骼立体 颅顶高 比如张柏芝就是典型 四十多岁的还是很耐看 颅顶度高 上面部一点都不垮 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特征 基本就是皮相美 像橙红就是 单纯因为上面部的骨量少 导致老得特别快 第三个面部线条 骨相美的人 全骨明显的就是大骨量 很多人都嫌弃自己的高颜骨 其实颜骨高真的很扛老 能很好的起到一个中面部支撑的作用 比如于飞红 陈树 许晴 都是高颜骨的 侧面看轮廓线条明显 七细的四高三低起伏感超强 这种与身巨大的超大骨量 真的是又扛老又高级 90年代的很多港姐 都是这种骨相美的脸型 但皮相美的人 脸部组织走向干净 没有什么突出的颜骨 下颌流畅 正脸线条比侧脸好看 总结一下 皮相美一眼看上去就是温柔甜美 骨相美精致高级 而且更扛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赵雅芝就是典型的骨相美的人 她现在已经60多岁了 比童年人看着年轻将近20岁 这里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皮相大于骨相的人 30岁之后 一定要做轮廓固定 因为软主子厚重 没有很好的骨骼 支撑会加速下垂 如果你是骨相大于皮相的人 软主子本身就很薄弱 34岁之后 也要适当给皮肤补充一下营养 如果能够把骨相和皮相相结合 那你就是王胀 不劳劳